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因为我这个人生活得比较精致 平时除了一日三餐 还要搞一些小甜点什么的 是不是要吃一吃 您看比如说 我就会随身携带着一些 这些个小零食 哪来的零食 你说说正餐一定不辣 而且量比我们都大 还吃点小零食 你能瘦得下来吗 老师我先问一下 那个有魔芋 可以做掉零食吗 当然可以了 有很多零食是拿魔芋做的 行了各位 所有的问题都摆在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请达人 帮助大家统一地来解决一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实践出争执 零食对每个希望 瘦下来的人来说 都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但是用魔芋制作的零食 不但能够在减肥期间 增加饱腹感 还能够解馋 如果您是对零食 特别偏爱的减肥人群 接下来小童叫我们 用魔芋制作的这个小零食 您可千万不能错过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种 用魔芋来制作的小零食 魔芋果冻 用魔芋制作的果冻 静音剔透 口感层次丰富 果冻入口即化 魔芋筋道又嚼劲 非常像我们平时吃到的 椰果的口感 但是热量却比椰果低得多 这样一款外形可人 口感润滑的魔芋果冻 是不是已经让您迫不及待地 想要尝一尝了 马上跟着我们一起来制作吧 通常情况下 大家做果冻会需要穷脂来做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种 更容易找到的东西 来代替穷脂制作果冻 制作魔芋果冻 首先要准备白魔芋一块 橡皮糖10克 以及做果冻需要的模具 或者小茶杯等容器 使用橡皮糖来做的果冻 不但Q弹美味 而且方法特别简单 有的人可能会担心 这不是介绍减肥期间的小零食吗 这橡皮糖是甜的 用它做果冻 减肥期间能吃吗 其实您大可不必担心 因为每100克橡皮糖的热量 大概是300千卡 在制作魔芋果冻的过程中 我们只要使用10克左右的橡皮糖 搭配100毫升的清水 就可以制作出普通大小的10个果冻 每个果冻的热量 已经远远低于 您从超市购买的成品果冻 在馋临时时适当食用 既解了馋 也不必担心 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会长胖 绝不失为减肥期间的 临时首选 首先在锅中 加入100毫升清水 待水温渐渐升高 锅底出现气泡时 加入10克橡皮糖 这里要注意 一定要温水化开 水温太高 容易让橡皮糖粘锅 不断搅动橡皮糖 直至完全化开 放置冷却 将白魔芋切成细条后 改刀切成小粒备用 接下来 将冷却好的果冻液 分别装入小茶杯 或者模具当中 最后 在果冻液中 加入缺好的魔芋粒 制作魔芋果冻的准备工作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把装入魔具的果冻 放入冰箱 三个小时之后 你就可以享用美味了 三个小时之后 我们将已经完全凝固的果冻 此处就可以使用了